今天我們要來跟各位同學講的是刑法 那麼愛情的法律學分為什麼會跟刑事有關呢 那當然有關啊 因為刑法的存在是因為我們講過 行為人他可能犯了一些錯 而這些錯被社會上認為 他所侵害的危害社會的程度是很重的 所以必須要動用到刑罰權來處罰 那麼我們第一節課也講啦 其實刑罰權其實一開始並沒有被國家收歸國有 我們去想想看在部落主義的時候 如果一個族跟另外一個族發生了 比如說那個A族的族人去毆打B族的族人 那你可以想像最後一定是怎麼樣 可能就是浪人對不對 好兩兆就開始打起來了 那為什麼國家最後要把刑罰權收歸國有呢 因為他會認為私人之間的相互尋求的這種 這個報復的一個行為 其實對於社會秩序是非常不安定的 所以一旦有國家制度的形成以後 他第一個想的就是刑罰權我要收歸為國有 只有國家有權利來punish這一些擾亂社會犯行的人 可是既然是這樣我們也要給國家一定程度的監督對不對 因為如果今天國家馬刑罰權收歸國有 但是他亂定一些罪怎麼辦 比如說他亂定一條罪說 如果有一個人在腦子裡面想像 要把我這個政權推翻他就是犯了刑罰 可不可以定出這樣的一條罪 你們覺得呢為什麼不行 因為對國家來講維持政權的安定也很重要啊 為什麼他不能定這樣的罪 好 各位就要注意喔 刑法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則 叫做罪刑法定原則 罪跟刑必須要有法律的明文規定 也就是國家他不可以羅織任何的罪名 你必須要真的在法典上說這個行為是犯罪 但如果我們剛剛講的他確實有一個條文 他直接定說有人在腦中裡面意圖顛覆政府 這樣就是一個犯罪 糟糕他有法定啊這樣可不可以 好刑法的第二個原則非常重要 就是構成要件的明確性 什麼叫構成要件 就是到底什麼行為會構成犯罪行為 你要非常明確 再來 刑法一定只能處罰行為 好 他不能處罰沒有行為的思想 因為這實在太可怕了 我在腦子裡面想我對社會會有什麼危害 沒有啊 我就像想一百遍說 我要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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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真的沒有去殺人 這樣我對社會構成任何的危害嗎 沒有啊 我應該是對自己的危害吧 對不對 我自己是被害人嘛 因為每天想這個事情我可能會getcrazy 所以這樣可以了解老師的意思嗎 所以刑法裡面第一個 它必須要明文規定說 這是犯罪行為的國家才能動用刑法權 第二 它要規定在法條上面的構成要件 必須非常明確 而且它必須是有一個行為的 那這樣講的話呢 又好像太武斷了 因為確實有時候不行為也會構成犯罪的 比如說我們講說 如果今天我是父母親 而我的小孩一歲 然後我就不餵他吃奶奶 我不餵他吃東西 讓他餓死 我其實對他沒有任何的作為 對不對 我有去掐他嗎 沒有 我有把他從樓上摔下去嗎 沒有 可是我不餵他吃東西 這個不作為 有沒有可能構成犯罪 有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除非今天你附有一個作為的義務 這個時候不作為才會構成犯罪 所以它是一個例外的情況 這樣可以理解這幾個重要的原理原則嗎 第一個 國家要處罰人 必須要有法律的明文規定 這是刑法最重要的原則 叫做罪刑法定原則 第二個 如果這個條文已經定出來了 它裡面的構成要件 必須非常明確 為什麼呢 如果它有曖昧不清的構成要件 其實是很可怕的 因為這樣國家它就可以隨意解釋這個要件 再來 刑法原則上處罰的是行為 或者是我們說的作為 因為它的這個作為構成社會的一個傷害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處罰它 但是另外的情況 刑法也會處罰不作為 什麼情況刑法會處罰不作為呢 如果這個時候 一開始法律已經設定 某些人對某些事物 它有作為的義務的時候 比如我們剛剛講的 父母對子女有養育的義務 有撫養的作為義務 你就不可以怎麼樣 你不可以不餵他吃東西 這樣了解了嗎 好 所以我們再問各位同學 如果今天你走在這個竹湖旁邊 好這個時候有一個人在竹湖裡面 載夫載成說救命啊 救命啊 這個時候你沒有去對他做任何的救援行動 請問這個時候會不會構成刑法的殺人罪 所以你看到我們規定 殺人罪的規定的方式是什麼 他說殺人者處什麼 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其實殺人罪是一個蠻典型的刑法的立法方式 那你會說他怎麼沒有規定用什麼方式殺人 不用啊 你只要構成人被殺的這個結果 不論你用什麼方式 你用火把它燒死 或者是你用刀把它砍死 或者是你用槍把它轟斃 或者是你從高樓把它推下去 這些都可能是殺人的作為 同樣的殺人有沒有可能不作為殺人 有可能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今天你是富有保證人地位 保證人就是你有作為義務的人 你在竹湖旁邊 你看到是你的小孩掉下水 你要不要下去救他 要 如果你沒有救他 抱歉你這個叫不作為殺人 對 那當然你要有故意啦 你不是過失啦 因為殺人他上面沒有寫 只要沒有寫的刑法的條文裡面 只要他沒有特別註明是故意或過失的 一定只處罰故意 如果他要處罰過失 他會另外寫處罰過失 這樣了解嗎 那至於故意跟過失等一下我們會帶同學看一下法條 這樣可以了解了嗎 那各位可能會說奇怪了 那難道他上面都沒有寫說要用什麼手法 這樣算不算構成要件不明確 其實不算 他已經很明確了 他就告訴你說人被殺 你要導致這個結果 但是刑法不可能把所有殺人的方法都條列出來 這是不可能的 對不對 因為科技會越來越進步 有各種不同的這個藥品 或者是科技的方式可以殺人 那法條在規範的時候 他不可能預先想到一千萬種殺人的方法 所以在手法上他不去做規範 這算不算構成要件不明確 不算 因為本條他所要保護的就是生命法益 每一個人都有生存權 我們有不受別人干擾的活著的權利嘛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就是你造成生命法益的侵害的時候 這個結果一發生不管你用什麼樣的手段 你就是會構成殺人罪 這樣可以了解了嗎 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刑法有這幾個重要的原理原則 請大家要記得 好 那麼除了我們等一下要跟各位介紹刑法的原理原則之外呢 好 那我再問一遍各位同學 有沒有同學已經去參觀法院的了 請舉手 欸這麼少同學去參觀啊 要趕快去喔 因為到期末的時候 不要把什麼東西都擠在期末做 期末還有期末考 好 所以強烈建議同學在四五月的時候 就先去把法院的參觀去把它看完 好 那我們也講說刑法跟民法是很大的不同 不只是實體法規範的不同 你會發現民法的條文它主要規定在 比如說私人跟私人之間的財產或者是親屬對不對 或者是物品或者是債權之間的關係 但是刑法它所規範的其實都是一種道德上面的 比如說我們一定會認為你做這件事情 具有道德上的非難性 那民事上面呢 你會發現說雖然侵權行為也有規定說 因故意或過失造成別人的身體損害等等 要負損害賠償責任 可是你就會發現刑法原則上只處罰故意 刑法原則上只處罰故意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國家公權力的形式 那你可以想像國家要怎麼處罰一個人 國家可以處罰一個人哪些 它怎麼處罰 各位最常想到的可能就是把它關起來 對不對 那像剛剛我們看殺人罪裡面 它有刑罰的規定 它說殺人者處什麼 死刑無期徒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是這個時候已經介紹了三種不同的Punishment給你了 第一種叫什麼 死刑 所以可見我國是一個仍然存有死刑的國家 那麼各位贊不贊成死刑呢 其實這當然是可以討論的 只是它跟愛情沒有那麼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堂課並沒有要討論 但是如果各位去Google 大概在兩年前 台灣曾經有一度有非常大的 關於廢死與否的爭議 好 那麼我們做一個小小的民調好了 在各位還不是很清楚整個刑法構造的時候 你認為我國應不應該繼續保有死刑的制度 所謂應該繼續保有就是 法條上仍然存有死刑兩個字 這樣 那如果認為要廢止 因為像比如說當時主張廢死的很多的這個團體 他的主張就是我們現在就應該刪除所有的死刑的條文 而且廢止這個刑法 立刻這樣子 好 那贊成我國還保有死刑這樣制度的請舉手 好請放下 那贊成現在立刻就全部把它廢止的 因為事實上世界很多國家也都沒有死刑了 那美國也大概有三分之一州左右的州 已經沒有死刑了 好 贊成廢止死刑 現在就把整個全部廢止的請舉手 欸 這邊有一位同學 好 那我想要聽一下了解一下 請問這位同學為什麼你認為說 我們現在要完全全部立刻的廢止死刑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因為這個涉及死刑其實是國家在執行的 那所以國家能不能一邊叫人民不要殺人 但是自己又在殺人呢 好 這位同學請說一下你的想法 為什麼你認為現在立刻就應該要廢止 因為 我相信人性 你認為沒有人 就是說即使他今天做了惡 但是人性本來是善的 對啊他可能改過向善 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所以同學是以宗教的態度 認為說沒有一個人是不能被教的 是這樣嗎 就是你其實只要經過教化 他是可以改過的 總是有些人會這樣嗎 那如果這些人還是都被殺掉 不是蠻可憐的嗎 OK 好所以同學會認為說其實就算他在犯錯 可是刑罰的目的 其實同學已經講到一個蠻重要的刑罰的目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刑罰其實有幾個重要的目的 我們在講PUNISHMENT的時候 那為什麼要跟各位講這件事 因為這個會反映到我們等一下要講的 許多跟愛情相關的行為 你認為適不適合用刑罰來規範 刑罰我們講的PUNISHMENT 存在有幾個重要的目的 第一個我們叫做預防的目的 預防什麼呢 第一種情況 預防大家有樣學樣 也就是說我如果不處罰這個犯錯的人 別人看到就會覺得犯錯也無妨啊 你看他犯錯還沒被處罰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來犯錯 可以理解這個意思嗎 殺人的人不被處罰 別人就覺得那我為何不能殺人 好所以當然他有預防別人起而笑之這種效應 第二個他還有什麼效果的預防效果呢 他有預防本身做這件事的行為人 自己重蹈覆轍的結果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做了一件事 國家沒有處罰我 那我就會覺得這件事情也無所謂 我既然能夠做一我就能做二 所以與其我既然已經殺了一個人 不如我再殺兩個好了反正也沒差 可以這樣了解嗎 好所以我們講說刑罰的預防作用有兩種 一個是對行為人本身 預防他耳後再為同樣的犯罪行為 第二個是預防其他人對他有一種學習的效果 好那當然預防作用是刑罰punishment 存在非常重要的一個理由 另外刑罰還有什麼理由呢 刑罰還有一個作用就是威嚇 好我們講說威嚇的作用就是 大家看到殺雞儆猴嘛 這就是威嚇的作用我看了以後我就不敢做了 好那還有什麼作用呢 應報的作用revenge 應報報應 好就是把報應兩個字顛倒過來寫 應報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最早的漢摩拉比法典 其實裡面就像an eye for an eye嘛 以牙還牙 以眼還眼嘛 你今天把人家的眼睛弄瞎了 那你就一隻眼拿來陪 這就是應報啊 這就是你做了什麼事情 同樣的事情會報應在你身上 那我讓你知道這種痛苦的滋味 因為誰叫你要先對別人做這種痛苦的事情 那再來隨著時代的眼鏡 隨著人權跟民主化的這個來臨 我們開始認為說刑罰除了剛剛那些作用以外 他也有什麼 教育的作用 也就是這些人他犯錯 不一定是他個人特別的差 很可能是他成長的環境 並沒有人跟他講這樣做是不對的 那各位可能很驚訝說不會吧 大家都有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怎麼會沒有人跟他講呢 那這個可能就是各位比較不能理解 其實社會上什麼樣階層的人都有 那犯罪行為人未必像你我一樣 受過所謂的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即便他受過他所受到的教育的內容 跟你我也未必相同 可能有些是資源分配的不一樣 城鄉的差距甚至貧富的差距 甚至隔代教養的問題 所以其實刑罰他也是一種教育的方式 這些人他過去可能沒有受到很好的education 導致他不知道說這樣的行為是錯的 那你一旦把他關進來監獄之後 你要好好的教化他 讓他能夠補足他過去所受的教育的不足 這也是另外一種學派對於所謂刑罰的一種觀點 那還有什麼觀點呢 有一種觀點他就認為說 我們關這些人的目的到底是為了什麼 除非我們能把所有的犯罪行為人全部殺掉 否則的話這些犯罪行為人 終究是要回歸到這個社會來的不是嗎 你就算能夠關他十年十五年 他最後是不是還是要回來這個社會 雖然我們稱呼他們為更生人 是不是我們稱呼犯罪行為人為更生人 意思就是說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對不對 好昨日就已經死亡了你作惡的那個日子 你今天是一個重新的這個新生的一個生命了 但是更生人他還是要在這個社會工作養活自己 中老不是嗎 所以刑罰他最重要的目的應該是怎麼樣 讓這些跟社會產生適應不良的人 透過刑罰的一個教育跟培訓 跟想辦法empower他 讓他有朝一日回到社會的時候 能夠不要像過去那樣適應不良 所以你會發現刑罰的理論其實綜合了剛剛很多種理論 你用不同的理論去檢視死刑這一個制度 其實會得到不一樣的結論 如果今天你以應報的觀點來看 死刑的存在有沒有道理 很有道理啊 你殺人者人橫殺之不是這樣嗎 那既然今天國家不允許私人去尋仇 那今天國家你就應該要來執行死刑這件事啊 不然我被他殺掉的我的小孩或我的父母 或我的配偶 他的命要怎麼辦呢 這個應報的心理我要怎麼處理呢 所以如果你以應報的觀點來看 確實死刑可能有他的必要性 尤其在行為人已經做了非常嚴重的侵害生命法醫的行為 那各位可能很難想像 行為人可以做什麼樣嚴重的侵害生命法醫的行為 一般來說世界各國如果還包有死刑的國家 死刑大概會用在兩種 案例上面第一種就是他的行為 雖然只有一個單一行為 但是他造成非常多人的死亡 大家可以想像這種狀況嗎 像911 我只要一個人我就可以加持一台飛機 但是我要這個飛機去撞世貿大樓 所以飛機上可能數百名乘客 世貿大樓裡面數萬名的員工全部的生命 就在因為我這個夾持飛機的行為死了 那像這種情況是世界各國如果還有死刑的國家 大概就是像這樣的情況會把它列為死刑 那也是非常慘的一個恐怖事件 像這樣子的狀況 那另外一種是行為人 雖然只造成一個生命法逸的死亡 可是他的惡性很重大 這個惡性重大包括他中間經歷過極其殘酷的淋虐過程 那各位可能很難想像有怎樣殘酷的淋虐過程 那我們曾經看過的這個史上的案例有 比如說先把他的這個先把他強奸 然後再把他殺害殺害以後把他分屍 然後分屍以後有的還煮來吃了 有的還把他冰在冰箱裡 然後把他的屍首四分五滅散在各種不同的地方 甚至有的還用水泥把它封箱 讓別人難以找到他的頭 你現在很難想像人會做出這樣的行為對不對 但是就是一個人對一個人 雖然他只侵害一個法醫 但是他的手段已經殘忍到 大家認為他泯滅人性的一個地步 也有可能會有死刑 所以一般來說能夠接受死刑的大概 以我個人來說 我如果認為我國不費死的話 我能夠限制的範圍 大概就這兩種 如果你以這兩種來看 我們那個271顯然規定的還不是很好 因為他全部容認由法官去決定 對不對他就說這個人殺了人 法官你有三種選擇 一個是死刑 一個是無期徒刑 一個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可他並沒有特別去講那個情狀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我會認為應該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目前如果不費死的話 你起碼應該要把適用死刑的案件 你要把他的要件稍微獨特一下 那我認為剛剛那兩種情況應該是可以的 因為你不管從應報 因為對於這種泯滅人性的人 你要再給他教育 我看也很難 他要回歸社會 我看也很難 然後你說從此以後他出來就不會作惡 我看也很難 就是你可能要去特定那種狀況 那如果是其他的 我就不認為應該要有死刑 我們為什麼過去死刑的問題會這麼嚴重 是因為我們的法規裡面太多的條文有死刑 那各位可能很難想像 我們其實除了刑法分責以外 如果你去這個法律的網站去檢索 你會發現我們有一大堆的特別法 比如說毒品危害防治條例 懲治走私條例 以前我們的特別法才多呢 還有什麼懲治盜匪條例 懲治叛亂條例 肅清淹毒條例 那以前這一些特別的規定理念 動輒出現死刑 那更不用提軍事的審判 像陸海空軍刑法 以前稍微做一點什麼 你就會發現它是唯一死刑 什麼叫唯一死刑 各位剛剛看到271 它有三個選擇對不對 死刑無期徒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對不對 可是以前我們的立法 有一種條文 它裡面就直接規定 做某某事 逗點 除死刑 也就是法官他沒有辦法 有任何裁量的空間 只要他發現這個人真的做了這個事 唯一的punishment就是死刑 這就叫唯一死刑 所以唯一死刑 當然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狀況 因為它完全沒有容忍的空間 那這種條文越多 當然你造成說死刑犯的數目就會越多 所以如果台灣真正要走上 廢死這個路 最好的方式應該是 首先第一個 你一定要去檢查你的條文 是不是有一大堆的條文 都只有唯一死刑的 那像這種條文你就要去修改 因為沒有必要這樣子規定 那因為這些唯一死刑的這些行為 難道有構成剛剛我講的 這兩種狀況嗎 如果沒有 其實你不應該只有給他唯一死刑 那再來就是使用上要非常的謹慎 也就是說如果當一個國家 每年它的死刑犯可以從十個 減少到八個減少到五個 減少到三個 甚至減少到也許這一兩年都已經 沒有人被判死刑的時候 你再去推動廢死 是不是相對的人民比較能夠 人民比較能夠接受 那如果你現在告訴人民說 我們去年總共判了二十個死刑犯 然後從今年開始我們就全部廢死 那我覺得這對人民來講 它很shock 它就說那意思是這些很可惡的人 都不用死嗎 那他們可能會被假釋 他們被放出來那怎麼辦呢 就是一般的人 他沒有辦法理解這麼多的時候 他有這種恐懼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政府他在推動一些策略的時候 其實應該要更有智慧一點 那麼至於廢死的爭議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兩年前 你只要Google廢死這兩個字 然後你就會發現一大堆的文章 然後大家吵個不休 那其實這個到最後 當然涉及個人道德的問題 如果到最後宗教的因素 或者是個人的道德 就是說沒有人有權利剝奪別人的生命 如果已經到這樣子的地步的話 那當然也沒有什麼可以討論的 因為確實這樣就不應該有死刑 那即便是別人 那殺我我也不應該殺他 這已經昇華到道德的層次了 可是以目前台灣的狀況來說 我覺得恐怕這樣子的道德層次的訴求 在法律上不是很恰當的 因為在法律上你還是要講究 剛剛我們講刑法存在 它就是要施以刑法權維護社會秩序 那麼但是另外一個台灣給人詬病的問題 就是司法的信賴度太低 那在費死的裡面 你就會看到非常有趣的吊詭 就一方面攻擊司法是不值得信賴 但一方面又不願意費死 這很奇怪啊 因為司法不值得信賴 表示他可能會有冤獄啊 對不對 他可能會關錯人或殺錯人 但是你又不讓費死 這不是很奇怪嗎 就是非常清楚地呈現台灣人民的 吊詭的心態 一邊覺得司法不信賴 但一邊又覺得死刑 是我最後僅存的一點正義了 你竟然連我的正義都要剝奪 可是這個其實是一個很矛盾的心情 所以為什麼我會個人 我個人的想法 好不能代表所有的這個法律的學者 因為每個人的想法其實差異很大 我其實認為台灣應該要趕快建立的是 人民對司法的信心 那至於死刑的部分 我會建議用我剛剛講的方式 就是你要逐步地去廢除 逐步地去廢除 那至於目前已經被判死刑的死囚 如果有冤獄的可能性 你應該要還死 也就是說暫緩執行他的死刑 review他的case 因為過去我們的整個刑罰 跟刑事程序的制度 是有很多問題的 確實有可能造成冤獄 那再加上我剛剛講 很多當時都是唯一死刑的案件 其實對這些當時被判死刑的人 未必進公寓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講刑罰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的一個挑戰 那除了我們剛剛講的死刑 所謂無期徒刑是什麼意思 就是終身嘛 sentence life sentence 終身不得假 是這種無期徒刑 那再來就是什麼 有期徒刑 那有期徒刑的上限是20年 這是最最上限 15年現在改了 改15年 可是以前不是20年嗎 請助教大聲唸一下 第二款無期徒刑 第三款有期徒刑 是指兩個月以上15年以下 那就是修短了 以前是20年 請繼續 然後拘役是一日以上60日未滿 拘役也是一種處罰 還有呢 罰金是新台幣1000元以上 100元計算 來請說 對啦對啦 所以有可能有加減啦 那為什麼會有加減呢 因為他有可能做了數個犯刑 比如說他先殺這個 然後過了兩天又槍殺另外一個 然後過了三天又槍殺另外一人 總共傷害三個生命法醫 犯了三個殺人罪嘛 那總共加一加 可能各有期徒刑 10年10年10年 那總共加起來可能30年 可是我們最高的 有期徒刑的期限 可能就是20年 就是有加減的話 這樣可以了解嗎 好這就是有期嗎 因為有期就是希望他有一個期限 也就是說給他一個還有機會 回歸到一般人社會的機會 這樣了解了嗎 好那罰金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今天你是做了一些事情 我們就處罰你的財產 剝奪你的財產 讓你肉痛嘛 心痛對不對 好有的是讓你身體自由受拘束 讓你很痛苦 那罰金就是讓你這個荷包大失血 讓你很痛苦這樣子 那另外還有一個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38叫做沒收 沒收是什麼東西 沒收跟罰金有什麼不一樣 這也是一種punishment 沒收是什麼 沒收是你身上有不該有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規定一級毒品 好非如果今天是藥品 你今天是因為馬非 或者是你今天是海洛因什麼 你是為了治療所用 那醫院當然可以合法的持有 但是如果一般人理論上 你持有這些管制藥品 其實是違法的 那像這個東西如果被查到了 它可以沒收 它為什麼可以沒收 你說我是用錢買的 抱歉它是違禁物 這樣了解了嗎 那還有什麼呢 比如說你家裡有一支這個 改造手槍 或者是土製什麼手榴彈 這些都是違禁物 所以這個都是可以沒收的 了解嗎 好那再來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沒收 犯罪所得 什麼叫犯罪所得 比如說我今天是一個公務員 然後別人來跟我申請一個建造 竟然我還跟他所會 那對方給了我這個賄賂20萬 那這20萬就是我的貪污犯罪所得 是不是 好所以這個時候 除了我可能要觸犯貪污的犯罪 我要被關有期徒刑以外 我的犯罪所得也要被什麼 沒收 這樣可以了解嗎 為什麼要把犯罪所得沒收 各位想想看 來我們請同學想想看 為什麼我們要規定 可以沒收犯罪所得 來我們請這個 趙帝 張趙帝在嗎 趙帝可以大聲說一下 你覺得為什麼要把犯罪所得沒收 就是像我剛剛講 像貪污的人 然後或者是說 我圖利別人 或者是我竊盜 然後把他變賣 等等之類的 這些犯罪所得 為什麼要沒收 可能是 至少他確定那個不是 你自己應有的物品 然後可能或許是還在審理 所以也不知道是 這個錢原本是歸屬於誰 所以可能是先扣下來 那你講的是扣押 可是如果是沒收 就是沒收到國庫了 扣押只是說 像剛剛趙帝講的說 因為在審理中 然後我現在還不知道 這到底是誰的 所以我先把它保管起來 這個是程序上的作為 可是我們剛剛講 沒收他也是一種punishment 那為什麼我們要承認有沒收 我們給他用課罰金不就好了嗎 罰他這個20萬就好了 會不會是有可能他自己 不知道這個是 沒關係慢慢想 就是 對啊為什麼不用罰金呢 來隔壁的同學要不要幫忙 東西的價值不只20萬 那我們也可以處罰他很貴很貴的罰金啊 但是你已經快要touch到核心囉 說不定有什麼 紋路之類的 有可能是用無價之保或是 無價之保 因為犯罪所得一定是要有所得 所以你一定要得到一些利益這樣 像我剛剛講的貪污嘛 貪污是最明顯的 我就叫別人送給我錢 我才要幫他辦事 那別人送給我的匯款 這就是犯罪所得 那為什麼我不處罰這個行為人罰金就好 我們剛剛不是說有死刑 無期徒刑 有期徒刑 還有罰金嗎 還有拘役啊 那處他罰金就好了 一樣是剝奪他的財產啊 為什麼要沒收呢 其實剛剛同學有講到非常近的 就是第一個 好謝謝同學 第一個就是 罰金其實是法條有規定他的額度 像我們剛剛講 罰金可能是什麼 比如說300萬 200萬 20萬 但是犯罪所得 可能遠遠超過罰金的數額 這是非常有可能的 各位可能很難想像這件事喔 但是這是 你要想一下 比如說今天是 組織犯罪 他是買賣走私軍火 這種犯罪所得 他可能是數千萬 甚至上億 你的罰金的最高額度的罰金 可能也沒有辦法剝奪掉他所有的不法利得 而這種行為叫做什麼 殺頭的生意有人做 賠錢的生意沒人做 知道了解嗎 也就是對於這種有高額利潤的犯罪 如果你沒有辦法把它剝奪他的犯罪所得 他永遠有誘因要挺而走險 因為這個利潤太高了 所以像我們剛剛講的 像走私犯罪 組織犯罪 還有像人口販賣這種 比如說我把 比如說在這個第三世界國家 拐騙很多兒童 然後把他綁架 然後拐賣到這個第一世界 必須讓他收養 或去到其他的地方去當同工 其實像目前全球化裡面 像這種人口販運的問題 或者是騙人家說 這個要幫你仲介婚姻 結果到了另外一個國家以後 是用人捨集團控制他 要求他去賣淫 像這個獲得的不法利潤都非常的高 那你這個要處罰他單獨的罰金 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你只有徹底剝奪他的犯罪所得 才有辦法斷掉他 繼續去做這種犯罪的誘因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為什麼要沒收 沒收的用意在這裡 所以請各位要知道 法律學者也是很辛苦的 我們常常要設計各種不同的制度 然後要跟犯罪人鬥志 你要知道說他在想什麼 然後所以你其實你也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常常講說法律總是走在犯罪的後面 因為在他還沒有發明出這種犯罪行為的時候 你確實很難想像有人 竟然能用這種方式犯罪 就是這樣子 那像前一陣子 我這一陣子看到一個叫做 人體交易這本書 他在講說其實全球化裡面 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器官的販賣 black market 就是黑式的器官腎臟 然後患肝 然後甚至胚胎 就是這種人體交易 竟然已經變成了一種很大利潤的行為 那很多的這個貧窮落後國家 他願意用這種方式 為自己賺取一點微薄的收入 那但是這個幾經轉手以後 變成是一個大大的獲利的行為 所以已經不是只有賣人了 是賣到人體裡面的器官 所以其實我們都是必須要 尤其是老師自己是教這個刑法的 我就常常要去看各種奇怪的這種 有時候你看小說 你會覺得這次小說其實並不是 它已經是一個真實發生的一種犯罪狀況 所以各位 有時候想說 當然做這個法律也很有趣 但是也非常的辛苦 因為你要去理解犯罪行為 人到底在做什麼 那又比如說 我們最常看到像股票市場裡面的犯罪行為 比如說我去放空 我故意造謠 我在股票說完蛋了 那一家的這個大老闆 其實昨天就已經在醫院裡面快掛了 就是今天都是用葉克膜在把它hold住的 然後亂講 結果害人家那一家的股票大跌這樣子 然後大家都非常緊張想說完了 對不對 經營之神要走了 那你這個股票趕快出脫 就害人家股票大跌 那這個其實證券交易法是有規範要出發的 那我之前 那我為什麼要放這個消息 因為我就是一直想買這一家的股票 可是我一直錢不夠 我就是要讓它大跌 然後我來趁大家大跌的時候來收購 等到它發現是謠言異常的時候 我再來把它出脫 我就可以大賺齊錢 這就叫操縱股價 那各位可能很難想像 這個操縱股價獲利也是很大的 我低買我高賣啊 對不對 那像這樣的情況 你能罰他多少錢呢 你如果刑法的罰金 了不得幾百萬吧 可是他可能獲利的價差是幾千萬 那這個時候 你就必須要沒收他的犯罪所得 否則他就會 什麼 使水滋味一用再用 那又比如說我們之前 比如說有政治人物 他可能全球洗透透 對不對 好把錢洗到海外去 然後到處地方藏個七八億這樣子 那對他來講 他可能覺得 反正罪至於我一生嘛 反正就是我去官 然後你要判我二十年 我就判二十年 可是我其他的家人 都可以得享榮華富貴 這樣不是不義快哉嗎 是啊 你如果沒有沒收 他就會這樣想啊 所以重點就是要沒收啊 因為他的匯款 他只要今天是不法所得 你都要把它沒收 讓他沒有辦法用自由行 去換取其他人的榮華富貴嘛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刑法在設計上 是有它的原因的 大家看到那些條文的制度的時候 請稍微帶一點感情 不要看到他只是硬邦邦的 好像只是一個punishment 並不是這樣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我們剛剛講了 第一個 刑法重要的原理原則 我們講說一定要罪行法定 一定要構成要件的明確 原則上處罰故意 原則上處罰作為 對不對 但是有重要的情況 像人的生命這麼重要的法義 可以讓你隨便輕忽嗎 不行 所以這個法義非常重大 我們就會處罰過失 是不是 那再來 如果今天你一開始 就富有作為義務了 像醫生 醫生本來你就有救人的義務 不然你去當醫生幹嘛 聽說這個 之前這個 教育最近不是吵得沸沸揚揚嗎 然後聽說有人去問一個小朋友 問說小朋友 你長大要做什麼 他說要做醫生 那記者就問他說 那做醫生要做什麼呢 他就說賺錢 好那記者就非常尷尬 就說嗯還有救人喔 好就是你會發現說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教育狀況就是這樣子 你對於職業的認識 變成是以經濟的態度去衡量 你並沒本身對這個職業的內涵 跟他的core 就是他的核心的value 你已經missing了 這是很令人感到sad的一件事 但是很重要的是 醫生的天職就是救人 所以當然你今天一個病患送到 醫生可不可以送到醫院 醫生說拍謝我今天很累我要睡了 然後我現在就不救治不行 就是違反你作為義務 這是你的duty啊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有一些情況 它很重要的時候 我們會例外的處罰過失 只要是處罰過失的條文都會明文規定 如果條文你看不到它有處罰過失的 那沒有關係 那就是不處罰過失 像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 竊道罪 我們請看一下竊道罪在刑法第幾條呢 321是不是 320 好我們請同學助教幫我們念一下好了 那邊有那個麥克風嗎 320條第一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而竊取他人之洞產者為竊道罪 除五年以下有其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之法金 所以不要亂拿別人東西啊 五年以下有其徒刑啊 你如果有沒有去過監獄 欸這邊有嘉義人嗎 有嘉義人嗎 舉手一下 欸都沒有嘉義人啊 太奇怪了 一般都還是會有一兩位 就是前一陣子在 我們的嘉義舊監獄是 世界僅存的幾所那個 善骨型監獄 就是它是長這樣 就是像三個指頭這樣子 然後中間這個地方就是控制台 然後三條 三條這樣分出去 然後中間一間一間的防射 那以前台北監獄跟台南監獄都是 但是分別拆掉了 所以只剩嘉義監獄 有的情況會有五谷或者是六谷 就是這樣很多很多 那甚至最後有可能是變成一個放射狀 像一個太陽這樣子 那但是這種扇形監獄 目前僅存的就在嘉義 那之前嘉義他有開放 舊間的那個監獄博物展覽 我就覺得非常好 那一次我帶同學去看 那如果同學這邊有嘉義人 可能他現在好像已經 托給嘉義文化局保管 你們可以上網看一下那個監獄的歷史 各位可能很難想像監獄裡面的狀況 你不要覺得五年以下九期徒刑 好像是很小的一件事 那個監獄的位置有多小 各位知道嗎 一個人 一個人可以享有的空間 他一間房舍裡面可能要睡四個人 三到四個 然後廁所就是用一個矮矮的這個小的牆 差不多直到我的 差不多大腿這邊的牆隔著 所以對方在上廁所你是可以聽到看到聞到的 然後你就睡著 然後一個人享有的空間不到這個黑板大 絕對不到這個黑板大 五年喔 所以如果你 我為什麼會覺得念法律的人都應該先去監獄看一下 因為如果有一天你是要做審判的人 你應該要去直視那個你未來 把人家處罰下去的人是過什麼樣的生活 那個空間你應該要自己去看過 你如果沒有去看過你無從想像 什麼叫做自由行 什麼叫做一個人的尊嚴被剝奪掉就是這樣子 然後完全沒有自己的私有財產 因為到監獄裡面怎麼可能還有私有財產呢 所以請各位一定要注意為什麼老師會 願意來開這個課 因為我會發現一般的學生 對於法律的規範實在是認知的程度非常的低 然後有朝一日突然發現 是要過這樣子的生活的時候 因為他犯了錯 然後就大驚失色 然後完全無法 完全無法理解說為什麼我做的事情這麼微小 然後要受這麼嚴重的處罰 那我就只能跟他講說 第一你做的事一點都不微小 你做的事很大事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會這樣錯誤的認為 這是一個很小的行為 第二個處罰一直都是這樣的 只是你不了解 所以我們應該要常常舉辦 就是讓大家去看監獄 我想這樣對社會的治安 應該有非常好的情況 就是會發生威嚇的效果 你如果仔細去看那個監獄 你就知道說 犯錯的人要接受什麼樣的punishment 要不然他沒有概念 那你怎麼達到預防的效果呢 所以最近聽說宜蘭的地方法院 跟地檢署跟監獄叫合辦 叫做宜蘭地檢 這個監獄一日遊 然後說可以繳錢給宜蘭地院 然後他們會 然後還可以試穿法袍 然後還可以去監獄看一下被關在什麼地方 然後還可以在那個 對可以試穿 然後還可以在那個受審的地方 等待的時候先在那個欄杆裡面等待這樣子 然後就是假設這個狀況 我覺得這很好 我覺得這本來就應該推動 那新竹地院是因為現在房舍過於老舊 因為他們即將要搬到竹北去 所以地方不夠大實在很難參觀 但是如果各位有興趣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我們請那個助教Google一下 把那個新聞放給大家 記得是宜蘭地院 地檢院 還有監獄一日遊 就是我覺得這個是很好的 很好的一個education 你要讓一般人去理解說 一旦犯了錯會接受怎麼樣的處罰 所以監獄絕對不是自由行 絕對不是一個有趣的事 那你剛剛我們看到那個 竊盜罪 他說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是不是 那你看看竊盜罪有沒有處罰過失 有嗎 前後找來找去 沒有耶 為什麼 為什麼沒有處罰過失 對啊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處罰別人拿走我的東西 所謂竊盜是什麼意思 竊盜就是 本來不是我的東西 我意圖 你看它的構成要件 意圖為自己不乏之所有 對不對 比如說我看到秋雨柔這個包包 我覺得這個包包真的太美了 但是最近手頭折居 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就趁她去上廁所的時候 把她包包收起來 然後回來的時候她就說 我包包呢 我就說我也沒看到啊 糟糕掉了 就是像這樣子的狀況 那其實我是聚為己有 所以一開始就是我意圖就是想要把這個東西拿來變我的 明明不是我的 但是我故意要使它 使別人對於這個包包的所有的使用的權力喪失 而把它移轉到我自己身上來 那因為它有這樣子的一個惡意 所以我們才要出發 那如果今天是因為我跟秋雨柔都買了一模一樣的包包 兩個包包放在那邊 然後秋雨柔去上洗手間 然後我說我等你 好然後走的時候呢 我就誤把我的包包交給她 誤把她的包包拿回家去了 到家裡一看 啊糟糕就是弄錯了這樣子 那這算不算我切到呢 就不算嘛 因為我又不是故意要拿她的東西 我是不小心拿錯了而已嘛 那這樣有沒有必要用刑法來處罰呢 我又沒有犯意你要硬報什麼啊 你要預防什麼 你這個就算在預防 別人還是有可能拿錯啊 因為任何人都有可能拿錯啊 你沒有辦法收到預防的效果啊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刑法他處罰的故意 是什麼樣子的行為呢 請大家來看一下第13條 我們請助教幫我們大聲唸一下 什麼叫做故意 先唸12條好了 第12條第一項 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 第二項過失行為之處罰 已有特別規定者違憲 有沒有看到 好 再來第13條 第13條第一項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 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 第二項 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 遇見其發生 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 已故意論 嗯 法律人真是厲害 老師要把一般正常的文字 拼在一起寫得很難 讓人看不懂對不對 好 有沒有同學可以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明知而有意使其發生 比如說呢 來請同學說 比如說有一個人拿刀子想要捅另外一個人 他就是要捅他 對 一邊捅一邊說 這很明顯非常好 所以同學舉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而且這是非常明顯 就是明知 我明知刀子刺進人的心臟他會死亡 而且我就是有意讓他死亡 我怎麼 別人怎麼知道你有意讓他死亡 因為我已經一邊喊一邊叫 Holy See Holy See 這不就是要讓他死嗎 這就是明知而有意使其發生 那有沒有同學可以來告訴我 什麼是第二種狀況叫做 雖然呢 這個 他就是 並不是故意要 不是真的想要讓他這樣發生 但是一邊做又一邊覺得 就算發生了那個結果 我也可以接受 這是什麼狀況 來同學非常exciting的 又再要舉例了 來 這同學等一下講一下名字 這樣很好 非常投入本課 有一天我開車 看到我醜人站在我前面 我 我把他沒有撞他 可不可以撞死他了 但是我覺得這樣很好 也就是你在開的時候 你其實加速 然後你有一種預感 他可能會無法閃避 對 因為他可能有看到 但是你覺得他可能會閃避不及 但是你覺得 就算撞死他也就算了 對 就撞死他也沒有關係 非常好 同學你怎麼會舉出這麼適合的例子 難道是天天在想這些事嗎 這樣並不是很好 好 很好的例子 就是這樣的狀況 又比如說 比如說我就是呢 因為某日搭乘某某客運 然後被司機凶 那我就不高興 對不對 於是我就走到光復路 Starbucks那個路橋 我就拿了一堆石頭 然後我就想說 那個客運只要經過 我就K他 這樣子 那如果我命中 我要那個叉叉客運的那個車頂 那我就很高興 就明知有意時期發生 對不對 好 那另外一種狀況就是 我拿了一袋石頭 我走到光復的路橋去 我就直接 我根本看也不看 就丟下去 那我的想法是什麼 就是我丟中也很好 對不對 啊我不丟中也無所謂 好所以如果這時候剛好呢 這個歪打正著 被我K中那個客運 那就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 未必故意 間接故意 這樣了解了嗎 就說我雖然說 不是刻意要針對那個 但是我覺得就算已經 剛好 coincident裡被我弄到 也無所謂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當然直接故意 惡性比較大 好 那間接故意相對 稍微小一點點 好 可是他都構成故意喔 那你說這個部分 要怎麼最後再衡量 那就是法官良刑的問題 各位可以看刑法57條 好 57條裡面他就規定說 我們剛剛講 在法定規定的 有期徒刑 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跟這個死刑 那他要怎麼規 他要怎麼衡量 到底要判他幾年呢 就要斟酌這些狀況 比如說他犯罪的時候 到底他的惡性有多大 他犯後的態度怎麼樣 對不對 他的各方面的條件狀況怎麼樣 這樣可以了解了嗎 好 那再來可以看一下 後面還有著檢的規定 在59條 就你如果衡量了這些以後 你覺得他真的齊情堪命 那可以再把它減輕一些 所以要怎麼衡量 就是法官他去按照整個判斷的過程裡面來衡量 所以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故意 所以我們看到說 剛剛那個竊盜罪 他就是只處罰故意 他並沒有規定處罰過失 是不是 那過失又是什麼呢 我們請助教幫我們唸一下 過失是什麼呢 什麼叫過失啊 在第14條 第一項行為人雖非故意 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 而不注意者為過失 第二項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 雖遇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 以過失論 所以過失也有兩種 一種叫有認識的過失 一種叫無認識的過失 但是他都是過失 什麼叫做第一種狀況 叫做應注意 能注意而不注意呢 比如說我開車的時候 我本來就應該要注意周遭的情況 即使今天我是綠燈了 我還是應該要注意 其他的地方有沒有人過來 那如果我應注意 能注意 要注意要能注意 因為比如說當時真的很黑 就算我已經進了注意的衣物 我也是看不到他 因為他一身歐嚕嚕嚕 然後又黑頭髮 又穿著黑色的雨鞋 跟整身黑 所以我應注意 但是我不能注意 這個時候如果我撞上他 可能我連過失都沒有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應注意 能注意 但是我怎麼樣 不注意 我為什麼不注意 不好意思 因為我剛剛在講手機 所以我沒看到 那邊有人這樣走過來 或那個小朋友在撿球 因為小朋友他又不看紅綠燈 對不對 所以我應注意 能注意而不注意 所以一定要符合這幾個要件 我為什麼不注意 比如說當時我彎下腰在撿東西 或是我在講手機 或者我在東張西望 甚至我可能在打瞌睡 那這個可能就是過失 這樣了解了嗎 那一種情況是什麼 能遇見其發生 但是認為它不會發生 這個叫做很嚴重的無知的狀況 就是我認為說應該不會吧 我不會運氣這麼好吧 像這種狀況 就是你有一種放任的心態 這跟剛剛那個放任有一點像 對不對 確信其不發 別人都知道這樣就有可能發生 為什麼只有你會確信不會發生呢 那這個情況你也是有過失的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故意跟過失 我們有法條的明文規定 所以我們在講完以後 我們就說刑法是處罰這些行為 但有時候 沒錯 如同這個同學講的 我確實是故意殺人 我也確實一邊殺一邊說 好理事好理事 我就構成殺人罪了嗎 欸 你說老師你怎麼 問一個這麼簡單的問題 當然就構成殺人罪了 你不是就有作為嗎 我們條文不是就有規定殺人嗎 而且不是你就是故意了嗎 這樣還有什麼問題 蛤 對 他也死了啊 好 如果今天我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對方當時拿出一把槍 指著我的心臟說 你如果不嫁給我 我就殺了你 然後當時我就說 你管我老娘給你死 對不對 然後就拿刀子插他的心臟 也就是說我之所以故意讓他死 並不是因為無中生有的想讓他死 而是因為對方已經威脅到我的生命了 如果我不做一個反抗的動作 我會先死 這個叫做什麼 正當防衛 各位可以看條文在後面就有規定 在第幾條呢 請各位看一下 23條 多於現在不法之侵害 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的行為 不法 也就是這個時候我們會認為 雖然他已經構成要件該當了 但是因為他有一個叫做主卻違法 也就是把他negate 把他stop掉他的違法性 因為這又不是他的錯 人總是有自我防衛的本能啊 你但他說因為了讓他不犯罪 所以讓他來殺我 讓他是犯罪行為人 然後我變成受害人 怎麼可能呢 是不是 所以我為了防衛我自己的生命 我當然要自我防衛 所以刑法就是這是人之常情 他就規定不法 可是你也會發現他後面講 防衛過擋 比如說對方確實拿一把槍 可是那一把槍其實是個玩具槍 然後而且你一看就知道他是個玩具槍 因為他是塑膠做的 然後長成綠色的 像我兒子玩的那種槍 那你還好一戲 那很顯然就是 你自己可能過緊張了 然後防衛過擋 而且再來 你也可能可以砍他的手就好 你為什麼直接刺他的心臟 你只要讓他不要傷害你而已 這樣可以了解嗎 所以有時候確實有可能 那不過防衛過擋要怎麼認定 這個具體個案認定 有時候我們這樣講非常困難 因為在一團驚慌之下 人過擋是很自然的反應 因為我為了保命嗎 你怎麼可能要我在那時候還來判斷 因為他是綠色的 所以他是個塑膠的 不太可能 我那時候可能很緊張 而且如果當時這個燈光非常昏暗 我也看不出來他是什麼顏色啊 所以防衛過擋 有可能還是會構成犯罪 只是他會減輕其刑 這樣了解了吧 那主卻違法的釋由有很多 我們在這邊只舉一個正當防衛 還有其他的主卻違法的釋由 那再來就算沒有主卻違法的釋由 我們剛剛講 確實有一個人 他拿著刀子刺進另外一個人的心臟 然後嘴巴還說 好理事 這樣就犯罪了嗎 如果對方也沒有要傷害他的行為 所以完全沒有構成現在不法之侵害 未必 因為如果今天是一個小孩 他五歲 然後他就自己去拿一個水果刀 看到媽媽在睡覺 然後他就模仿電視裡面 他也不知道這樣子的人會死掉 那你會科他行責嗎 所以各位要知道 要給小孩非常好的教育 不要讓他有樣學樣 這是真的啊 各位可能不曉得 之前有看國外的新聞 有一個國小的學生 殺了另外一個他的學妹 很小 他就是模擬電視的情節 昨天有一個新聞 是阿拉伯的四歲小男生 然後因為爸爸不買給他電動玩具 然後他就槍殺他爸爸 所以因為他爸爸有槍是不是 他們後來懷疑說 可能是因為小朋友玩太多射擊遊戲 所以他很會用槍 因為理論上要瞄準也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從今天開始的時候 就是reset這樣子 對啊 就像很好 感謝助教舉的這個例子 四歲跟阿抱一樣大 真可怕 好 所以各位可以想像 你說你這個時候 要怎麼處罰這個小孩 你把他關到這個監獄裡面去嗎 你處他死刑嗎 他有惡意嗎 他不知道啊 他陷於無知的狀況啊 所以我們刑法會規定 必須有一定的年紀 才有責任能力 這規定在第幾條 請同學請就要幫我們念一下 責任能力的規定 第十九條 第十八條 第一項 未滿十四歲之人的行為不乏 第二項 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行 第三項 滿八十歲人之行為得減輕其行 那第十九條呢 第十九條 第一項 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 至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其 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乏 第二項 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 至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行為之能力 而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行 第三項 前兩項規定 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所以要注意齁 除了年紀上面我們有規定一定年紀以上 我們才會認為他有行事的責任能力 同時就算他是成年人 他也必須是在conscious的情況下面 比如說他在夢遊 夢遊的時候他可能就是拿一個東西去K人 然後把人家打傷 問題是他根本不記得 他也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請問這時候你要硬抱他嗎 你要預防他什麼呢 你就算這次處罰他下次還是會夢遊啊 你根本不能達到預防的效果啊 那你說別人因為看到這樣就不會嗎 不會啊 別人該夢遊的還是會去夢遊啊 這樣可以了解嗎 就是都沒有辦法 out of his control 的狀況嘛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知道說 像這種時候你還要再用動用刑法 其實是unnecessary的 那這是應該要去給他治療的情況 你可能可以強制他去治療 但是你可能沒有辦法去punish他 尤其是用剛剛我們講什麼死刑 無期徒刑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去punish 因為不會得到效果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刑法在使用上並不是 這麼簡單的 我們講說他除了剛剛的原理原則要符合以外 在檢視每一個階層的要件上也要符合 你要先判斷他符不合合法條規定的構成要件 然後再看看他有沒有主缺違法的事由 再看看這個人的心智年齡是不是mature 然後我們才能課與他行事責任 這樣了解了嗎 因為刑法他有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人做事一人當 你要被課與這個行事責任 你要真的是一個mature的人 這時候我們說你要自我負責 可是很多人並不見得可以達到這個程度 比如說他可能是成年人 但是他智能有障礙 他可能是成年人 但是他的這個精神狀況有障礙 那這個時候你都不能把他當作是一個 可以負完全行法上責任能力的人來看待 了解了嗎 那麼最後我想提一下各位去法院看到的民庭跟刑庭 他的審理構造是不一樣的 在民事庭裡面呢原告其實就是你有主張要請求的人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講的 我要去請求裁判離婚 所以我就是原告 那誰是我的被告要被我離掉的人 這樣了解嗎 所以民事就是原告就是我要請求法院給我 依照我的主張去為我做一個裁判 這個就是原告 那比如說我要求對方返還我的筆電 那我就是原告 那誰是我的被告 被我請求的人就是我的被告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那個被告不一定是壞人 他只是剛好被人家請求到 所以請不要以為所有的被告都是壞人 並不是 他只剛好被請求到 那原告跟被告之間 因為存在有一個各種不同理由的請求權 像我剛剛講的是裁判離婚的請求權 可能是所有物返還的請求權 所以我要求法院為我做一個 follow我的請求的裁判 這個就是民事 了解了嗎 那麼民事庭目前在一審都是一個法官 所以如果看到一個獨任的法官在那邊處理 這個是民事庭的可能性比較大 他是民事或行事 你可以在外面看他的那個審理的那個聽期表 他大概都會他會寫得很清楚 說這是民庭還是行庭 那麼至於刑事呢 誰是刑事的原告 刑事的原告有兩種 一種是檢察官 也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如果有人他破壞了財產的法益 或有人在上面亂丟東西 亂丟這個石頭造成這個客運的毀損 或者是有人把人家殺了 那這些人都是犯罪行為人 所以他有可能是被告 但是誰來對他提起刑事訴訟呢 第一種人我們講檢察官 因為檢察官他是社會公益的代言人 國家現在把刑罰權收歸國有了 所以你做了這種破壞行為 雖然客運公司真的有被你砸到 他有損傷 有一個人被你殺了他是被害人 對不對 那但是檢察官他是代表社會公益 所以原告是檢察官 你說阿雷那我被害人呢 我被他砍了一刀耶 那我不能當原告嗎 你也可以當原告 你如果要在刑事訴訟裡面當原告 你就是自訴人 但是我並不是非常建議大家去當自訴人 因為你又不理解整個刑事訴訟程序 你自己去當原告 請問你要怎麼主張你的權利 其實不容易 因為你也不是很理解法條的構成要件 再來檢察官他擁有強制處分權 也就是檢察官可以申請法院開搜索票 他可以申請法院開監聽票 所以他在蒐集證據上的能力 遠遠強於一般被害人 這樣了解嗎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還是讓檢察官去當原告 那你說那被害人怎麼辦呢 在檢察官當原告的時候 那被害人就是所謂的告訴人 也就是我把這個事情report claim給這個檢察官 make a claim make a report 我跟檢察官講有人發生這個事情了 那我現在要對他提起刑事的訴追 請你幫我當原告的意思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這個是整個刑事訴訟的程序 所以你們到刑庭裡面去 你可能看到原告席上面 是穿著紫色領子的髮袍的那個人 就是檢察官 那麼刑事目前的情況 除了非常簡單的事件 是由一個法官審理之外 其他的重要的事項 都是由三個法官審理 所以在言辭辯論庭 有時候你進去看到三個法官 那就是這個程序正在進行重要的事項 那是由三個法官來處理 那最後的判決結果 要由三個法官來評議 評判的評 議就是那個議會 台北市議會的議 評議就是我們要討論出來 然後決定要判他有罪還是無罪 這樣了解了嗎 那你說那3比2呢 萬一今天多數覺得意見 我這個人就是反對 我可不可以附上descending opinion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因為三個法官投票 總有可能有人不同意 那可不可以附上不同意見數 目前我國還沒有這個制度 我們沒有 我們就是出來 一定要是一個統一的意見 所以你其實不太知道他評議的過程 那是一個法官彼此之間相互說服的一個過程 你有不同意見 你要去說服另外兩個人 這樣可以了解整個刑事審判 跟民事審判的精神 跟他的系統跟他的體制 跟他開庭審理的方式跟程序都不一樣 那這就是民事審判他必須按照民事訴訟法 如果今天民事審判裡面涉及家事 那你可以看我們有個特別法是 家事審判法 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今天是刑事的 他要按照什麼程序 刑事訴訟法 這樣了解了嗎 這樣有沒有很清楚的 給各位同學做一個introduction 那我們休息五分鐘 接下來駐教會來 開始跟各位講幾個 蠻重要又蠻有趣的條文 好 我們今天主要講的內容呢 主要是老師剛剛講說 我們刑法很多條文啊 其實都是有 我們想要保護的 某個人的某個權利 那他在刑法的條文裡面呈現的方式 就是他有一個我們要保護的 保護的法義 就是法律的法 然後利益的義 然後呢我們今天會提到幾個罪名呢 主要是妨礙名譽 妨礙秘密 妨礙自由跟恐嚇危害安全罪 那大家可以分別去想像 妨礙名譽他要保護的法義是什麼 就是名譽權 然後妨礙秘密就是個人的生活的隱私 那妨礙自由就是個人的各種自由 可能行動自由思想自由 那恐嚇危害安全罪的保護法義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 心靈平靜的過每一天 而不用感到恐懼害怕的生活 對 然後在妨礙名譽部分大家應該是最有感觸的 大家可以翻到法條的 309條跟310條 那我們來看看這兩個 就經常感覺是一起出現他們兩個 到底哪裡不一樣 那看公然侮辱的條文呢 他說公然侮辱人者 處居一或三百元以下罰金 但是他這裡並沒有定義什麼叫公然侮辱啊 那誹謗又是什麼呢 他說310條第一項 意圖散布於眾 而指責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逝者為誹謗罪 這是誹謗罪的定義 那我們就可以看一下 他第一個最大的不同 是一個要限制是公然 一個是不用公然 他只是說主觀說有意圖散布於眾 那誹謗又是什麼呢 那我們法律上面的判決所用的標準是說 你貶抑他人人格價值 然後是一個抽象的表譯行為 那誹謗呢看客觀這邊 他說指責足以毀喚別人名譽的具體或可特定之事 所以他差別就在於說 誹謗呢你是很抽象的去貶低他人的人格 那通常他是一個無法驗證的事情 譬如說你說別人是主法界 這是一個無法驗證的事情 然後如果說誹謗 他是說他一個具體的特定事情 說譬如說你說某某人跟別人通姦 這是可以驗證有或沒有 那或者是他有那個 你說某某公務員貪污 那你也是可以驗證他到底有沒有做貪污這件事情 所以這是他們最大的差別 那你就會想為什麼公然侮辱一定要是公然才會構成刑法上的犯罪呢 你就去想喔如果你要侮辱一個人 你要貶低一個人的人格 那你當然是在越多人面前讓他出醜越好啊 所以他會覺得你在這種 而且他被傷害的情況就會更嚴重 如果在場只有兩個人 然後你侮辱說你豬八戒啊 那可能只有另外一個人聽到 那如果你是在大庭廣眾之下 或者是我們上次在講公然的時候說 網路它就是一個不特定多數人可以看到的地方 所以他一定會構成是公然 那當然是越多人看到 那對這個人的名譽傷害就會越大 所以他是有這個要件的 可是誹謗呢 你要想你如果要講一件人家明明沒有做的事情 然後去毀損他的名譽 那有的時候你偷偷的跟某個人講說 欸我跟你講一個秘密喔 某某人做了什麼事情 他的殺傷力有時候比你去跟很多人講還傳得更快 所以誹謗他 既然是人家沒有做這件事情去抹黑他 那其實沒有一定說要公然的進行 那侮辱他其實他就沒有限制說 你一定要用什麼方式 譬如說你罵人家髒話 撒名職丟雞蛋打耳光這些都算是 都有可能構成公然侮辱 只要你能達成貶低這個人人格的效果 那可是法條他有規定 在309條第二項說 以強暴犯前項之罪者 他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五百元以下法金 那跟第一項比 他如果你只是一般的公然侮辱的話 他只處拘役或三百元以下法金 所以他是加重的 因為你用強暴的方式 就是意思你用武力 可能對這個人有身體上的傷害 那比你單純用嘴巴罵他是更嚴重的 那這個加重的 譬如說你用打耳光 你當中一直甩這個人耳光 跟你單純罵髒話 他其實對這個人傷害的程度是不一樣 所以他加重他的處罰的內容會更嚴重 那到底夠不夠成公然侮辱呢 其實這是一個很相對的事情 譬如說你一樣跟某一個人講三字經 那如果只是一般譬如說他們都是工地的人 他們習慣就是口頭禪都是這樣 那可能就不構成 但是如果你跑到一個大學裡面 對某個教授罵三字經 那可能就會構成公然侮辱 所以他是一個很相對 你要參考當時的情況 然後你的對象是什麼人 而你本身又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你的地位年齡教育程度等實際情況 沒有辦法有一個通案的標準 這可能就是要在案件裡面由法官去認定 那誹謗呢我們就是說 他是在講一件具體特定的事 就是說某某人有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那如果是說你是用文字或圖畫的方式去進行的話 那因為你已經變成文字或圖畫 他有可能就會流傳很久 而且很多人都會看到 譬如說你發傳單 跟你單純用嘴巴講 你發傳單人家可能會留著看啊 或是他可以轉好幾手 那樣就會有更多人看到 所以他那個所造成的傷害也會比較重 所以在誹謗的部分 他的加重的條件就是說 你用文字或圖畫的方式去進行 那這兩個不論是公然侮辱或誹謗 一定都是你會造成對別人的名譽的妨礙 那我們剛剛有講說刑法主 主要就是在處罰故意的行為 所以這兩個雖然沒有特別寫出來說故意 但是他主觀上一定都是要故意 那第二個呢 他是一個告訴乃論之罪 他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沒有向檢察官提出告訴的話 檢察官不可以自己一時正義感大發 就看到有一個人在罵另外一個人三字經 你就說我來起訴你公然侮辱 這樣是不行的 因為搞不好被罵的那個人就哈哈一笑帶過 他並沒有名譽被侵害的感覺 所以這是一個很相對的東西 他跟譬如說被 有一個人被刀子戳了然後死掉了 那個殺人他是一個很客觀 所以我們可以認定說 不論是誰應該都會有身體被傷害的感覺吧 可是 妨礙名譽這種你一樣被人家講了某句話 或是你被人家說 做了某件事 有的人搞不好就覺得 那個人只在冷宵圍我根本不管他 那樣他可能就沒有被侵害名譽的感覺 所以他是一個告訴乃倫之罪 如果今天這個人真的有小三 然後有人跟他吵架的時候 就在大家面前就罵出來 那這個也是真的 那這樣會構成公然無辱嗎 這個同學問題很好 我們接下來就是要講這個 對 就是妨礙名譽罪章呢 他其實很有可能就是 會跟其他 我們一樣法律上面要保護的價值有衝突 就像他 我們講說 誹謗罪 他是講某某人做了某某事 那這個某某事的內容可能是他 生活的隱私 他根本不想讓人家知道 或是你會覺得我有言論自由 我愛怎麼講就怎麼講啊 或是我覺得 譬如說我知道某某公務員貪污 那我講出來 這裡就是對公共利益有好處啊 那這個時候說 那為什麼要用刑法來懲罰我呢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看 就有人覺得說 那這個刑法310條 就尤其是誹謗罪這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違憲的法律 就是我 我會行使我的言論自由啊 我講的這些話 為什麼你要就是把我關起來 或是罰我的錢呢 那大法官他在釋自509號 他就說言論自由 當然是我們要保護的基本權利 而且他有這些功能啊 他可以幫助人家 實現自我溝通意見 追求真理 你就覺得這是一個真實的事情 我為什麼不能講 這是一個事實啊 或是我們可以監督政治 或是社會活動 就是他有這些功能 但是呢 你講這些話同時呢 他可能會對個人的名譽 隱私跟公共利益的保護 這些都會有影響 那法律其實是可以 在一定的程度下 限制他的傳播方式 那當然這個限制必須要是合理的 那這時候同學可以看 刑法310條的第三項 他本文說 對於所誹謗之事 能證明其真實者不罰 因為我們基本上會覺得說 啊你 你只是講出事實來 我們為什麼要罰你呢 但是他有個但說喔 他說 但涉及私德 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 不在此線 就是說你講的內容 雖然是真的 而且你也知道那是真的 你不是故意說要 捏造一個事實去誹謗人家 但是如果他只是一個 涉及私德的事情 那我們會覺得 每個人都有 就是經營自己的民生的自由 你可以想要怎麼樣想像說 你在別人面前是要什麼樣的人 那你既然有些事情 你很努力的維護它 是你的秘密 你不想讓別人知道的話 別人就算知道了 也不可以講出去 因為他跟公共利益無關 那所以就是 你知道你的鄰居在外面 跟人家偷情 算知道了 你也不要去講 就是你不要 很想要當正義使者 因為這個時候 你就是會妨礙到他的名譽 因為這病 這也會涉及到說 很多行為 我們可能覺得他道德上可非難 但是像老師剛剛講 刑罰是對一個人很嚴重 的自由 或是他財產的剝奪 那我們 有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道德非難他 沒有到說 你一定要用國家 用刑罰的方式去處罰他 就沒有 事情沒有嚴重到那個樣子 那不過也有一個免責事由 就是說 在311條說 以善意發表言論 而有 左列情形之一者不罰 那可能就是說 你為了要 防衛自己的權利啊 或是你公務人員 你去調查一些事情 然後再做報告 或是他是可受公平之事 那而且他的善意的意思 說你明知道 你 你並不是說明知 這是假的 你還把他講出來 善意就是說 你有一定的事實 可以認定說 這個是真實 這一個會跟什麼最有關係呢 跟記者最有關係 因為他們可能經常去調查某些事情 那他們 而且他們會搶快 然後就要趕快做報導 他們可能沒有辦法 去做這麼充分的調查 但是他可能已經有一些證據啊 雖然說這證據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只要是他在發表 做這篇報導的時候 他 就他手頭上有的證據 他覺得喔 這件事情很有可能是真的 那他就可以趕快報導 因為他要保護的公共利益比較大 那所以如果是屬於這種情況就不法 所以呢 簡單的結論就是 只要這是涉及別人個人私生活的事情 就算是你知道他是真的 你也不要把它講出來 因為這就是會妨礙到別人的名譽 對 然後大家實際壓力 就是現在新聞有非常多啊 譬如說罵人家很NO啊 像整形失敗200次的人啊 之類還有之前很有名 就是黃春明 他可能就罵人家 算無至今吧 這臭只是開頭而已 然後可是這並不 有時候事情並不是像 只像我們看到這樣 他可能是有一連串的情境 譬如說兩個人就是在網路上面互罵 或是他本身就是很習慣講這些的人 那這個時候都要看整個情境 像以下也會列了兩個例子 是不構成公然侮辱 那可能法官就會考量說 他講這句話其實在什麼情境 他有什麼目的 他並不是真的故意要去妨礙這個人的名譽 或是有一些 就是我們年輕人時下的用語說 有時候說人家很婊或是什麼 其實並不是說人家是什麼婊子的意思 可能只是說吐槽的意思 那這時候法官就在認定 當時整個你說話的情境 跟兩個人是在什麼情況下 把這樣的話講出來 所以就沒有一定有一個同案的標準 就是要個案認定 那這是之前另外一個例子 那這個例子就說明了什麼呢 第一個你如果真的一定要做什麼事情的話 就避免留下文字證據 而且像那個誹謗罪是有文字是會加重的 所以他在這個例子裡面 他是被起訴說是加重誹謗罪 而且這樣做顯然不能達成他的目的 就是大家 對 要盡量避免 就是只要跟人家名譽有關係 而且你又不知道那個人的名譽 是不是特別容易受傷害 的時候你就盡量別人的事情不要妄下評論 對 然後前面是妨礙名譽的部分 然後這部分 然後接下來我要講妨礙秘密 那個人的隱私到底有多重要呢 你光是想前面三個例子 你就會覺得超可怕 如果什麼事情都被別人知道的話 就是譬如說你跟別人溝通的內容 然後或是你去過哪些地方做過什麼事 那隱私權其實是一個很新很新的概念 像我們以往比較傳統 覺得哪些東西是應該要受到隱私保護呢 我們以往可能會覺得就是身體的隱私啊 就是我不想要被別人看光光 或是我在一定的空間裡面 為了獨處的自由 人家就不能虧視我在家裡到底做了些什麼事 那隨著科技的進步呢 可能也包含到一個很新的東西 叫資訊的隱私 就跟你這個人有關的所有的資訊 你想要被誰知道 不想要被誰知道 或是你這個訊息可以放出去 但是他知道到什麼程度 譬如說你去看心理醫生 你跟心理醫生講了什麼 或者是你公司的會計的東西 就是我們對於有一些特定職業的人 如果他特別容易知道別人的秘密的話 我們也會說 那他一定要嚴格的保守這個秘密 那他要保護的就是個人對他資料的自主控制 那特別明顯就是憲法 我們有保障人的秘密通訊自由 就是你要跟誰打電話 你要寫信給誰 你那個寫信的內容 這些你是可以很秘密的進行 完全不要讓 就是別人沒有窺探的自由 那或者是像之前很有名的例子 就是說 換發身份證的時候 如果他強制你一定要按指紋 才可以 才可以 就領身份證 那那個大法官解釋 也就是說這樣是違憲的 因為指紋跟我們這個人 有很密切的關係 你可能會知道很多 就是跟 他跟DNA也有點像 就是跟你個人的人格有非常密切的關聯 所以我會覺得說 政府是不可以藉由這種看起來很冠冕堂皇 譬如說預防犯罪啊這些理由 然後就任意的取得 就不分你是什麼樣的人 然後就取得你的這些個人資訊 那可是隱私權它的保護呢 也不是說很 你想要主張這是你的隱私 你就一定可以收到保護 我們法律保護的只限於說 你這個資訊的內容呢 你是有合理的隱私期待的 什麼叫做合理的隱私期待呢 第一 它本身一定要是一個秘密 如果它是一個公開的事實 你不能說 你侵害我的隱私權 你不可以知道 就它一定是屬於私密範圍的 第二個呢 是你本身要期待說 這件事情應該要有被保密的可能 然後它可以配合第三個 你這個期待一定是要一個合理的期待 譬如說現在Facebook 你可能會打卡嘛 你不能說你打卡之後 又不讓人 又覺得你怎麼知道我昨天去哪裡 那明明就是你自己公開的資訊 你這個一來它不是秘密 而且你期待它是一個秘密的這個期待 也不合理 所以呢 就是大家不要任意的把自己 那個資訊公開 像我之前看過的例子就是 有人收到冰單之後 因為他第一次收到冰單嘛 然後他就拍了那張冰單 上傳到Facebook 那這樣子的冰單上面會寫什麼 你的身份證字號 你的住址 你的電話什麼都在上面 那這樣不就全部的人都可以看到你的資訊嗎 那就是你個人自願公開的資料 那它其實就不會受到保護 這大家一定要非常小心 然後欣欣的也有一個隱私權的概念說 譬如說你走在路上 別人可以拍你 你不可以主張說 欸這是我個人隱私 但你明明就是 你的臉 你的身體 你的衣著本來就是一個大家可以看到的情況 但是有一個很特殊的概念是像狗仔隊 你又說譬如說你出門之後 你的行蹤其實路上的人都看得到啊 它本身是一個公開的資訊 但是可不可以別人打從你一出門開始 就一直跟在後面拍你 拍到你進門為止 他說我有保護你空間的自由 你進入房子我就不拍啦 但是可不可以這樣子呢 那大家可以想想 隱私權有沒有保護到這個程度 那或者是現在很多 越來越多地方現在為了要防止犯罪行為 都放很多監視錄影器 那你等於你只要能夠把整 譬如說你那天都在你們家附近活動 那只要有一個很好事的人 他在里長博那邊 就蒐集你們整個裡的那個監視錄影器 它拼揍出你一天的所有的行動 那這樣子有沒有在隱私權的範圍呢 我覺得可以看 因為隱私權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它到底保護到什麼程度 其實現在也沒有一定的標準 那它可能會隨著社會的演進 以前的人可能會覺得沒什麼啊 你就是在外面走 然後可是我們現在可能會覺得 對隱私的要求程度更高了 對啊 那其實打卡也是一樣啊 我可能 或是像我有時候幫老師對發票 那我可能就會知道 老師早上去了哪裡吃了什麼 那如果我把它做成紀錄寫下來 這樣有沒有侵害老師的隱私權 對 它其實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 對 然後跟妨礙秘密比較有關的條文呢 大家可以翻到315條以下 那315條是比較傳統的妨礙秘密的條文 他說無故開拆或隱匿他人之封肩信函文書圖畫者 那他這是比較傳統的妨礙秘密 那我們講的所謂無故就是你沒有得到他的同意 你也沒有正當理由 而且違反他的意願 那他的行為太陽可能就是你開拆或隱匿他人的這些信函文書或圖畫 那只要不符合任何其中一個要件的話 老師剛剛講刑法第一個最重要的原則就是 就是罪刑法定而且他要明確 那他其實很明確的列出就是這個行為的話呢 那如果只要一個不符合譬如說他人 那譬如說你拆的是自己的 你原本你偷看你原本以為這是別人的信 但其實是你自己的信 那你給他打開他不會構成妨礙秘密 那或者是我們經常說人家寄東西來 然後你就好奇在燈光下面這樣透著這個燈光看 裡面寫著什麼 那他有開拆或隱匿嗎 也沒有所以他就不會構成犯罪 而且呢他是要是一個封堅的信函文書圖畫 所以他客觀上一定是要是秘密的信件 那如果人家進明信片來 你可不可以說怎麼大家都會偷看我的明信片 這樣妨礙秘密有嗎 沒有因為他客觀上就沒有隱密性 所以就是大家就是在看條文的時候 你可以把他要件一個一個拆開來研究 你就可以看他的內容到底會包含到什麼範圍 那這是比較傳統的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也很少記性啦 所以其實比較容易發生呢 是315-1還有315-2 那我們來看一下315-1 他說有下列行為之一者 除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3萬元以下法金 那第一個行為說你無故 那他這裡的這兩個兩項的無故跟前面都是一樣 就是你沒有得到人家的同意 然後也沒有正當理由 你說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 虧視竊聽他人非公開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 那他符合說這是一個隱密的東西 因為他是一個他人非公開的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 這是保護的對象 而且呢你是用什麼手法呢 他說你是利用工具或設備 然後去虧視竊聽 那他跟第二項的差別是什麼呢 第二項是竊錄 因為如果有的時候你只是去虧視竊聽 那其實在你看完聽完這一刻 其實那個資訊就已經不在了 但是呢如果你要竊錄的話 那這個資訊就會永久存在 而且有被散佈的可能性 所以其實第二項又會比第一項的那個 他行為的內容是不一樣的 而且他第一項是說利用工具或設備 所以如果你只是用肉眼看 或是耳朵貼在牆上聽 會不會構成這一個 因為你沒有利用工具或設備 我們並不會把你的眼睛或是耳朵解釋成工具或設備 那第二項他是說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磁紀錄 那他可能就是有一些解釋的範圍 他不會寫錄音筆 因為如果法律講得太過於明確之後 可能就會排除其他的可能性 那這裡可以討論的是什麼叫做身體隱私部位 因為就譬如說我們現在經常講事業線嘛 那如果我這件衣服包到這整個是高齡的 那他對我來講他就是一個隱私部位啊 我們之前不是會講說 機場有時候會一些透視掃描的設備 讓你被看光光嗎 那他可能就會包含到他是用工具或設備去探測你的隱私部位 但是他有一種可能就是我們前面老師有講 正當防衛是一種那個阻缺違法事由嘛 那也有可能他是一個依法令的行為 大家可以看前面如果他是依法令去做某些事情的話 他也不會構成違法 可是他可能就會包含到身體隱私部位的概念 那這個是315之1 那315之2呢是指說你有這樣的行為 某一個人有這樣的行為 然後315之2是有某個人他提供場所工具或設備 或是他意圖想要做這些事情 然後有製造散佈或播送這些內容的行為 那他不一樣嗎 譬如說我我想要賣一些影片 就是想要那個偷錄人家在那個更衣室裡面換衣服 或是上廁所的影片 那可是我本身可能沒有這些場地 那我可能就去跟某個旅館就說 欸我跟你合作 然後你提供 就你讓我在你的房間裡面裝攝影機 針孔攝影機 那這樣我我是偷錄的人 我可能我就是315之1的這個行為 那那個提供他的營業場所 就是提供場所或是工具設備 譬如說我去跟朋友借了一個針孔攝影機 然後來做這個行為的話 那就是屬於315之2 而且呢他這有規定說前三項之未稅犯罰織 所以就是你就算還沒有做 譬如說你就是你在捷運站 你就提了一個包包裡面有個針孔攝影機 雖然你還沒有拍到人家的群體風光 但是如果被人家發現的話 你就是一個未遂犯 然後我們剛剛在講罪刑法定 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就是之前去年考司法官的時候 有個題目說 有個房東租亞房給女學生 然後他在浴室外面著了小洞偷窺 那他會不會觸犯刑法第315條之一的妨礙秘密罪 那我們就回想一下剛剛的要件說 要利用工具 或是用一些 我們看一下法條 他說無故以錄音照相錄影或電子紀錄竊錄 或是他無故利用工具或設備竊視或竊聽 套用在剛剛那個例子裡面 他凿了一個洞 然後用那個洞偷窺 他算不算是這一條要處罰的範圍 那在這一題裡面呢 正確答案是說 因為他沒有利用工具虧視 所以他是沒有行事責任的 那這個就被他批 被大家批說這是個恐龍考題啊 但是其實他的立法理由 他說你之所以說要利用這些 照相錄音錄影望遠鏡等等的方式呢 是因為他會大幅擴張 你原本用肉眼或是用耳朵 無法感知到的訊息內容 你利用這些工具都可以知道 那其實你已經 因為譬如說你夫妻在家裡吵架很大聲 人家用耳朵就可以聽得到 你不能說人家妨礙秘密啊 但是如果是你的鄰居一整天 就用那個感覺可以發大聲音的東西 貼在那個牆上聽你家在做什麼事情 那顯然就是有妨礙秘密 因為他使得妨礙秘密的危險性大增 所以我們才需要用刑法的方式 介入去處罰他 所以既然他沒有利用工具虧視的話 那其實他是一個 感覺嚴重性比較低的行為 那這可能就是利用社會秩序維護法 的其他的方式出以罰還 然後妨礙秘密的話呢 我們前面是講說他可能故意看別人的信啊 或是偷錄或偷看別人的一些行為 那因為現在你未必就是直接 直接用這些東西 你可能會透過其他的工具 尤其是像電腦 那我們可以看後面像358 359 他有說 你有些經常伴隨妨礙秘密行為出現的這些 譬如說你無故輸入別人的帳號密碼 破解使用電腦的保護措施 或是利用電腦系統的漏洞 有這些入侵電腦的行為的話呢 他本身就是一個犯罪行為 那359就是說 你不只是侵入別人的電腦設備 你還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 或其相關設備的電磁紀錄的話 而且也發生了損害於公眾或他人 那這本身也是一個犯罪行為 他們兩個是不一樣 一個你只是可能 只是譬如說駭客 你只是想進去看一看他電腦裡面有什麼東西 那359是說 你有取得了這個電磁紀錄 或是你把它刪掉 譬如說 你如果對一個即將要畢業的研究生做這個事情的話 那就真的非常嚴重喔 就是你已經 譬如說你把它的檔案刪掉 或是你把它變更 給他內容給他亂修改 那他本身也是一個犯罪行為 那這兩個如果跟妨礙秘密一起看呢 就大家可以看318-1 他說無故洩漏因利用電腦或其他相關設備 知悉或持有他人的秘密者 那他本身也是一個妨礙秘密的行為 然後是要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G1或5000元以下的罰金 所以他可能是 可能會搭配一起出現 這樣子 就譬如說你入侵別人的電腦 然後你可能得到了他一些秘密的訊息 譬如說他在網路上面買了什麼東西 譬如說有人買了一個 什麼情趣用品好了 他不想讓別人知道 他也沒有跟別人講 但是你就是偷進入他的電腦 然後知道了這件事情 你還把它講出去 那他可能同時就會構成 你又入侵他的電腦 你又取得他的相關的紀錄 譬如說你把這個print screen 然後把它放到網路上 那他可能又同時會構成妨礙名譽 我們剛剛講誹謗罪嘛 那因為這是私德問題啊 這完全 他也不想讓別人知道 而且也不是可受公平之事 那你可能一個行為 就同時觸犯了很多刑法的罪名 好 那我們現在要接下來講妨礙自由的部分 就是 當然因為我們 如果大家還記得很遙遠 之前第一堂課 我們在稍微講到憲法的時候 就有講到說 自由 我們有很多種的自由 所以我這邊就列舉了幾個 它妨礙你不同的自由 所會構成的罪名 那比如說像第一個就是 它可能會妨礙你 你做意識決定的自由 那它最明顯 最典型的叫做強制罪 詳細的罪名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那再來它有可能妨礙的是 你的行動自由 所以它就有可能構成 比如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那再來還有一種可能是 它影響到你的住居自由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我們會用無故侵入住宅來處理 那這邊我們看一下 因為法條裡面有很多像這樣的動詞 那我們稍微幫大家先做解釋 那等一下可以直接把它講過去 那首先 大家看到強暴這兩個字 就不用太興奮 它不是你以前所想的那個強暴 它這個強暴意思是很暴力 或者是說 它用一種就是不法的有行力 它用物理的力量去壓制你 不一定要到你不能抗拒 但它就是用了一個物理有行的力量 去壓制你的 可能是你的意思決定的自由 或是你的行動自由 那再來脅迫跟恐嚇 老師上次 就是我們兩位助教被考倒的那一次 就是脅迫跟恐嚇 其實都是講一些可怕的事情嚇你 可是脅迫是現在的步伐 我告知你現在的惡害 然後恐嚇是告知你未來的惡害 舉例來說脅迫就是 如果你現在不怎麼樣 我就怎麼樣 那恐嚇可能就是 如果以後我們走著瞧 這就是現在跟 就是脅迫有時候是希望你要做什麼事情 但是恐嚇有時候它只是單純想要讓你害怕 它也沒有想要得到某個結果 好 那接下來我們介紹第一個罪 叫強制罪 那我們大家幫我一起看一下法條 在那個第六大 國字六的四十七頁 三百零四條第一項說 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無之事 或妨害他人行使權利的話 處blablabla 對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定義 它就覺得好像定義得有點廣 那首先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說 我這個罪它的保護法義是你 就是它要保護你的意識的自由 就是不能有人去妨礙你的意識形成的自由 所以它這邊寫的行為太陽 就是你要用強暴或是脅迫 就限定是這兩種的手段 就比如說如果有人是用Nine的話 那可能沒有 那就不會構成 會詐欺 對 就是一定要是這兩種手段 然後它可能去妨礙到你行 它要你去做你無義務的事情 或是妨礙到你去行使你的權利 那這邊要特別講的事情是 大家看那個強暴 我剛剛講強暴是物理上的力量 所以它不一定要是真的很殘暴的行為 就比如說 有一個人他就坐在你 他就是坐在你家門口 或他把車停在你家的門口 你沒有辦法出門 可是他沒有暴力啊 可是他就是用了有物理的力量 去壓制你的行為 所以這也可以算是強暴的行為 然後呢 在這邊要講的事情是說 我這邊上面沒有寫 所以大家特別注意是說 有的時候 我們有一些行為 可能很容易就會構成這個定義 所以呢 我們還要去看 做這樣強制行為的人 他的手段跟目的是什麼 如果他的手段跟目的是正當的話 那這個行為人是不會構成強制罪的 舉個例子來說 假設今天有一個人 呃 有一個人搶我包包 然後因為大家 呃 我們今天可能不會講到 就是 現行犯是每個人都可以逮捕的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個人搶了我包包 我就扭住他 然後要把他扭送警局 那大家想也知道 我不可能用 就是用好聲好氣 對就是 那拜託你跟我去一下警局 那是不可能 我一定是就扯他的領子 然後就拖著他往哪邊走這樣 那我當然是不是 我當然是用強暴的手段嘛 然後 我可能也妨礙他離開的權利 可是這個時候 我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扭送法辦 然後我的手段就是把他送到警察局 所以我的目的跟手段都是符合 都正當的情況下 我是並不會構成強制罪的 OK 所以呢 我現在 我們大家現在看幾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說 然後老闆對想吃霸王餐的奧給說 如果你不付錢我就報警 那這是不是一個 這個看起來好像是一個脅迫的手段嘛 然後也妨礙到這個奧給他 不付錢吃東西的權利 那可是 大家可以看 就是老闆他的目的 是為了要 就是收 因為他 就收取他的債權嘛 然後他的手段是 你如果不付錢我就報警 完全是合法的 所以老闆在這個時候 他並不會構成強制罪 而且法條是說使人行無義務之事嘛 但是 我們想說 我們 民法部分 他們可能有DJ一個買賣契約 他跟他買一份餐點 那他本來就有付 這個買賣的 嫁金的義務 所以他並不是叫他做 無義務之事 因為他本來就有付錢的義務 好 那像第二個例子 就是比如說 我不知道同學 有沒有開車或騎車的經驗 那就有時候就前面 比如說像有時候在那個 環校車道 就是有些機車就騎超慢的 可是那個又是單線道 然後有時候超車又很危險 那你就可能狂按他喇叭 那這個時候就逼他讓道 可是大家要小心 就這個行為 有時候會構成強制罪 要看你那個行為太一樣 因為比如說就是 他 就是我們比如說 環校車道他根本就沒有限速 所以他本來要騎多慢 就是他的自由 那你如果就是一直狂按喇叭 這是一個很強迫的方 很強暴的方式 因為 比如說有些女生 不要講女生 就有些人可能他會被你的那個喇叭聲嚇到啊 或什麼的 而且他沒有要讓道的義務 所以你這樣做的時候 有時候尤其最常發生是在 比如說在高速公路上 有一些大車 他會一直去逼你啊 然後靠近你這樣 他都其實都有可能會構成強制罪 然後再來第三個例子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經典的畫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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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扯下某個立法委員的頭髮 假髮 這樣會不會算是就是強制罪 大家覺得是嗎 我跟你講 這個樣子 要看狀況 如果今天那個狀況是 比如說就是 聽於懷疑我戴假髮 他說讓我試試看 我說我不要 然後我試試看嘛 然後他就開始狂扯我頭髮 那這個時候 他就會構成強制罪 因為他是用強暴的手段 然後我剛剛前面講的什麼 很重要的就是 他的保護法意是 意識的自由 所以 在我說不要 然後他硬要扯我頭髮的時候 他壓制了我的意識 決定的自由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經典的影片畫面 那是某個立委他正在就是 講話的時候就有一個人 嘿 在後面把他的頭髮 就這樣假髮就掀起來了 所以 這個他的意識自由有沒有被壓制 應該還沒有吧 他應該還沒有來得及形成他 假髮不要被拿走的想法 他頭髮就被拿走了 所以 所以像這樣的題目 我考試不會出這麼謀人兩可的題目 但是 如果是像那個真實事件的那個狀況的話 他就不會構成強制罪 因為他根本沒有來不及壓制到他的意識自由 所以 可能會 構成搶奪罪吧 然後 然後 可能會有前面剛剛那個妨害名譽的問題 因為 就是 這也不是可受公平之事啊 對 他是不是 他到底有沒有頭髮 不是我們可以管的事情 對 而且 畢竟他之前又一直聲稱他有頭髮 所以 你又去拆穿他的話 就是 你可能又主張說 我們覺得公眾人物的道德非常重要 他不可以說謊 對 可是因為公眾人物有沒有頭髮 可能真的跟道德不是很有關係 他有沒有說謊 好 我不評論這件事情 反正就是就那個案例來說 就是我個人的認為是 他並沒有構成到強制罪的部分 不過 判決是 是血油 但 whatever 就是 那是有點政治因素吧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罪叫 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 那大家一樣看一下法條喔 他說 私行拘禁 或是以其他非法的方法 剝奪人的行動自由 所以呢 就是大家要注意 就是 這個罪呢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定義 就是說你要把 某一個人的行動的範圍 居住在一定的空間 那 大家看到一定的空間 大家想那個空間 不一定是一個小房間 不一定要是一個密閉的空間 只要是限定的區域就好 所以說大家不要想說 一定是把他鎖在一個小房間 或是把一個人綁在椅子上 那才叫做剝奪行動自由 比如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做這種事 但我個人就有做過 就趁你同學去游泳的時候 把他衣服拿走 或他在洗澡的時候 偷進去把他的浴室衣服拿走 他就沒有辦法離開那個淋浴間 這個時候你就構成了 剝奪他人的行動自由罪 因為他沒有 他不可能裸體出來啊 他就 因為你把他衣服拿走了 所以他就會待在那個淋浴間 不能離開 所以這時候就會構成了犯罪 大家一定都不知道 自己曾經做過這麼可怕的事情 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然後另外比如說像是 如果說你把一些殘障人士的輪椅拿走的話 那也會構成 OK 然後當然他必須是一定的空間 就比如說如果你今天跟你男女朋友吵架 然後他就奉而把他的房門鎖起來 你就進不去了 那可是他雖然把你鎖 他看起來是把你鎖起來 可是他是把你鎖在外面 所以你的世界是變得更加的寬廣 就並沒有被局限一個空間 所以這也不會構成302條 好 然後我們快速看一下296條 好 我帶大家看一下罪名就好 那麻煩調問大家回家看 因為 就是我們時間有限的關係 那296條跟296-1呢 它其實就是 我先講一下 這個罪它已經包含強制罪的概念 因為你想看看嘛 你的行動自由如果被限制的話 你的意識自由一定也被限制了吧 大家可以 這應該可以理解對不對 所以 如果今天你被剝奪行動自由的時候 我們不會再另外起訴一個強制罪 因為 通常剝奪你行動自由的話 你一定是兩個罪 一定同時限制了你的意識自由跟行動自由 OK 所以我們就不會再另外起訴強制罪的部分 那我們下面有兩個加強版的條文 就是使人為奴隸罪 然後它加重的原因就是說 它不但妨礙你的行動自由 而且它 因為你叫一個人去當奴隸嘛 所以它是一個貶損他人人格 去傷害一個人 其他人的人格尊嚴的行為 所以它是比 單純的剝奪行動自由更嚴重的罪 那我們這邊就問一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把男女朋友當成庸人 我叫他去做牛做馬 我會不會構成使人為奴隸罪呢 答案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前面講 它是 它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的加強版嘛 所以說 你要先剝奪他人的行動自由 才會構成這個使人為奴隸罪 所以通常叫你男女朋友去做牛做馬的時候 你也沒有限制他的行動自由啊 所以不會構成這條罪 那接下來有一個略誘婦女罪 然後它也是就是 反正簡單講它就是 意圖使婦女跟自己還有 或者是他人結婚的行為 那就是這邊這條罪很特別的事情 是不知道為什麼法條條文 只寫了婦女的兩個字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意圖 意罪行法定原則 對 所以如果你今天就是想要 略誘一個男生跟你結婚的話 是不可能構成犯罪 對是不會構成犯罪的 對 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那個 恐嚇危害安全罪 那這個罪跟剛剛講的強制罪 最不一樣的地方事情是 它沒有要打 就是強制罪通常是我們要 我們做那個行為的人 希望被害人做一件事 或者是不做一件事嗎 可是像恐嚇危害罪 就是平常我們最喜歡講的就是恐嚇 就是它保護的法義是 大家稍微看一下法條305條 它說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的事情 來恐嚇他人 自身危害與安全者 所以就是說它保護的法義是說 我要讓每一個社會大眾 我可以不要去有一個不安全感 我不要隨便的就是被人家恐嚇 而感到恐懼這樣子 所以它不需要打到 就是被恐嚇的人要去做什麼事 或因此不做什麼事 它只要害怕就好了 所以它的恐嚇的方式呢 是包含直接或間接 我可以當面去恐 當面被恐嚇 就是你給我小心一點 或者是我也可以放話說 你們叫某某人給我小心一點 這就是間接的方式 只要有辦法傳 只要在客觀上 它是可以傳達到那個人的話 那就算是間接的方法 那再來就是它恐嚇的對象 必須要可得特定 就比如說 就是如果我說什麼 等一下如果不專心上課 我等一下就 我等一下就 就是 我等一下就去路上揍人 然後就是 這個這句話 就完全不能特定 因為你們也不知道我會揍什麼人 所以 而且其實大家應該覺得 剛好屁事 你就去揍啊 你們也不會去感到害怕 所以就是這個 重點就是 你恐嚇對象 還有你要做的事情 都必須要特定 然後再來就是 內容必須要人力可以支配 就如果你說什麼 代替月亮懲罰你這種話 那是沒有 沒有意義的 對 好 然後這邊就是快速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新聞 可是我們只看紅字的部分 反正就是 簡單說就有兩個親戚 互相告來告去 然後呢 就是 反正簡單說就是 A呢 就曾經帶了兄弟呢 然後就是持棍棒上去 找B理論 結果B就嘴硬說 我不害怕 所以後來就是 那個B想要去告他 就是恐嚇維安罪的時候 就因為他那時候說 我不怕 所以後來就是 就不起訴 因為 這條罪我們剛剛講過 他就是要保護你 不要害怕嘛 所以大家一定要 大家一定要小心 以後如果你覺得有人在恐嚇 你就會說 我很害怕喔 就一定要 對對對 超怕的 一定要記得這樣 跟對方強調 好 然後 應該是最後 欸 最後一 快倒數第二章 然後呢 我這邊舉幾個例子 我快速的講過去 我們這邊講說比如說 如果我說什麼 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 或是你如果你要跟我分手的話 我就殺了你 或殺了你爸媽 那像這樣這兩個 第一個跟第二個例子 它當然會構成恐嚇維安罪 因為你的 如果你很害怕的話 然後如果你很害怕 你真的相信這個人 會做這些事情 那因為傷害你 跟傷害你的至親 對你來說 都是會讓你感到恐嚇的事 恐怕 害怕的事情 所以這兩個 會構成恐嚇維安罪 對象可特定 就是你或是你爸媽 對 那比如說如果他說什麼 如果你跟我分手 我就去殺了等一下 我第一個看到的人 那就要看狀況 因為比如說他如果是在 你家的客廳講這句話 那會從你家進來的人 當然就是你家人 那你當然也會感到害怕 所以就是這裡就是要看狀況 那如果他說什麼 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 我就去自殺 如果說 你是一個會因為對方 鬧自殺 然後你會害怕說 我會背負一條人命之類的人的話 就是重點 就是我們剛剛強調 重點就是你要感覺到害怕 所以如果你真的會感覺到害怕的話 他這樣做還是會構成恐嚇維安罪的 但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的事情是 我們這邊前面有做了一個前提 就是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 或是如果你跟我分手 也就是說這個 我們現在的那個你啊 都是限定是 可能是你的男女朋友 所以如果說比如說今天 有一個強暴犯 然後他要強暴我 他跟我說如果你不讓我強暴 我就去自殺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那你就去死吧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 我們在討論很多法條的時候 那是你要配合很多情境 一起去考量的 那第五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如果你不跟我在一起的話 上帝就會懲罰你 那我們就wait and see吧 就看看上帝會不會這樣做吧 因為這個內容 並不是人所能夠去控制的 所以這個就不會構成恐嚇維安罪 就算你很害怕 也不會構成恐嚇維安罪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侵入住居罪 最後一條大家幫我認真看一下 306條他說 無故侵入他人住宅 建築物等等 會處以下的圖形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 不是只有住宅 可能說辦公大樓 或是百貨公司都有可能 那他保護的法義就是說 我們有權力去支配 我們自己所居住的空間 那這一條要特別注意的是 就是這一條的第二項 第二項他說 無故隱匿其內 或受退去的要求 而人滯留者已亦同 也就是說 如果說 我舉例來說 好 什麼叫隱匿其內 就是比如說像 百貨公司假設十點打陽 然後我八點進去逛 結果他洗燈的時候 我就躲起來 然後等到大家 就大樓門都關起來 我在出來 然後自己一個人很快樂慢慢逛 這就是無故隱匿其內 就你不能說 我在進去的當下 是OK的 它本來就是一個開放空間 對 然後呢 再來是什麼 他說 受退去的要求還滯留的話 就是說 比如說你今天去你朋友家 兩個人本來 當然是好朋友 他想讓你進去 結果兩個人一言不合 然後你的朋友就嚇 你給我走 對你給我滾 離開我家 這時候你不能說 剛剛你叫我進來了 為什麼我要走 不行 就是如果主人叫你走 就請你離開 否則人家叫你走 你不走 你就還是構成侵入住居罪 這一定要非常的注意 所以然後剛剛講過 在這邊講無故侵入 那我前面就有講過 所謂的無故就是 你沒有得到 有權利的人的同意 或者是沒有正當的理由進去 所以所謂的有效的同意的話 像小孩子的同意 千萬不要把它當成一個同意 因為小朋友沒有能力去做出一個 有效的同意的行為 那再來 有多數 我覺得那個房子假設有 是兩三個人住的 最好你得到了 全部的人的同意再進去 或者是有一個人同意你進去 但是進去之後 其中一個人說 我不要讓你進來 你就乖乖的離開 以免觸罰 那再來什麼叫正當理由的話 比如說 像該場所的性質 像我們剛剛講 有一些是公共場 比如說公園 公園可能不行 比如說圖書館或百貨公司 本來就是民眾都可以進去的 那你如果在正常的營業時間進去 那都是合法的 那或者是 比如說你看到人家家失火了 破門而入 破門而入 或者是你要去逮捕一個現行犯 然後那個現行犯就 就可能 藏匿在某個人家裡 對 然後你就衝進去抓他 這些才算正當理由 好 所以我們今天上課範圍在這邊 形象是為了 個圖和武 Vincent Ans самой 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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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s